北市大同 長安溪 路口直衝闖紅燈 圓景急出動 下個路口 右側突然衝出一輛計程車 當場對撞爆衝 圓景瞬間嚇壞 急大喊 畫面天旋地轉 雨刷秒壞狂掃 撞擊力道太大 兩車更一路推擠 先撞進附近店家 小黃被撞超慘 安全氣囊全爆開 保險桿也脫落 警車則是右側車身凹爛 問獎乘客 精神逃生 看到的時候計程車反應不及 就是直接抓緊逃走避開 就趕快出發 車重點沒有輪 我是日本人 他們是完全沒有檢測 衝出來 所以我是來不及 是有亮啊 但是我是沒有聽到那個名 沒有聽到名 乘客問獎雙雙控訴 警車不只違規 還沒鳴笛 燈也沒亮 但警方調出行車記錄器一看 沿路鳴笛甚至到路口也有減速 不料還是有人沒聽到直接撞下去 14號晚上11點多 警方趕著出勤釀貨 原來是貨報長安西路 有民眾大馬路鬥毆 好在事故當下 車上四人都沒受傷 但為求慎重還是到醫院檢查 至於肇事責任 還要等後續進步調查離親 藥麗強 採山 常文報導